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结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中国男子短道速滑接力队在意外摔倒的情况下 最终被判进了决赛,获得了冲击奥运会冠军的机会 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未免冠军匈牙利非常遗憾 他们虽然拼尽了全力,但是依然没有进入决赛 匈牙利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队伍 在四年前的平昌奥运会上,在中国和匈牙利混血兄弟刘少林和刘少昂的带领下 匈牙利队获得了男子5000米接力的冠军 当时匈牙利队的混血兄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四年过后,他们又再次出发,向奥运冠军发起冲击 刘少林和刘少昂这两兄弟常年在国内进行训练 他们的比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和中国选手的关系也相当要好 今年刘少林和刘少昂兄弟两个人在北京进行比赛 这也算是他们半个主场,但是比赛已经进行到现在 这兄弟两个人至今还没有获得任何一枚金牌 在男子1000米的决赛中,刘少林率先冲过了终点 本来大家以为他能够拿下梦寐以求的奥运会金牌 但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遗憾的是 最终刘少林被判犯规,没有取得成绩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刘少林又再度出发 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 但是直到现在,他和弟弟刘少昂两个人还没有拿下冠军 短道速滑是一项非常刺激的运动,在赛场上运动员们为了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经常会发生身体碰撞 而且这项运动对于体能和技术的要求都非常高 有时候赛场上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 匈牙利男子5000米接力队在本届比赛中的表现 明显没有四年前那么出色 所以他们没有进入决赛是正常的 对于刘少林和刘少昂两兄弟来说 留给他们夺得金牌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如果他们不抓住剩余的几次比赛机会 那么想要在本次奥运会上有所收获是非常有难度的 希望这兄弟两个人能够继续努力 大家期待他们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友好的发挥 希望兄弟两个人能够在比赛中给大家带来惊喜